The Titanium iPhone 15 Pro 正當美國蘋果公司推出四款iPhone 15 和新款智能手錶之際 法國國家頻率管理局通知蘋果公司 要求由星期二起禁止在法國銷售 2020年底上市的iPhone 12 理由是因為iPhone 12釋出的輻射水平過高 超出臨界值 需要矯正輻射量過高的問題 蘋果公司需要在15天內處理問題 若不遵守規定 法國數碼技術部長巴羅威脅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或下令回收這款手機